老毛1974年指使江青在军队做了什么 在批林批孔批州公的呐喊声中 江青以英明地遇见到毛泽东在世之日不多 未来江山属谁上南预料 环市政治局滚滚诸宫 无人敢与我将挨家争雄 以自己皇后的特殊身份 布吕志 武则天 慈禧的后尘大有希望 但是专制政治场上最大的资本 是手中要有军队 要想成一代女皇 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 趁现在毛泽东虎威还在 把军队要人们拉在身边 为日后军临天下打基础 就算不能像武则天一样登机 搞成慈禧式的垂帘听证也行 1974年1月13日 江青以宋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批判材料为名 给空军司金马宁写信 此信在江青被捕后 成了马宁投靠江青证据 江青被捕后马宁即被清洗 同日江青给二十军防画连写信 1月22日江青给海军政委苏振华写信 1月24日江青又给中央军委 及全军指战员写信 1月28日江青又给洪文 剑英 春桥 小平西联 镇华写信 并请转世友紫阳同志 此后江青又多次以个人名义 给军队一些要人们写信 毛泽东对江青一系列拉拢军队的活动 表示坚决的支持 签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 下发全党 全国 全军 可惜江青名声不好 个人素质 魅力太低 在下文革期间 无故打倒大批党 政 军干部 大家都把这一仇恨记在江青头上 因此对江青的信不甚理睬 只有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 对江青给浙江二世军防化联写信 感到受宠若惊 联邦组织南京军区党委 学习江青的信 并写出学习总结报告 还授意防化联 二世军党委向江青写了致敬信外 其他信件发出后 犹如石沉大海 大多数军队 要人对皇后江青的信 不理不睬 令江青恼羞成怒 毛泽东也怀疑 军队对自己的忠诚 二月八日 王洪文 张春桥受毛泽东之命 在军队的会议上说 总参领导又轻手软 又的不能再又了 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 总后勤部 垮得愈快愈好 三月五日 江青召集军队文化部负责人 陈亚丁等人开会说 今天我是斗胆 不敢得罪军队 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 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我就是要在军队放火烧荒 三月六日 王洪文在总参某部汇报时说 总参的问题盘根错节 要继续发动群众 把盖子揭开 搞总参领导的问题 三月十七日 张春桥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说 不要怕派性 打内战也可以 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三月十五日 王洪文在总参作战部汇报时又说 如果苏联美帝真的打来 我怀疑作战部会有维持会 真的打起仗来 会有维持会长 副会长 一套班子齐全 三月下旬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 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接 人换了路线没有换 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 三月一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下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稿件 虽未停刊 但在此后的一百七十八天中 每天只能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 军队放火烧荒几个月 毛泽东和江青很想找出一个投灭人物 把他弄成林彪的样子 但环视周围 竟没有发现一个像样的目标 不但难以下手 而且无从下手 这不禁令毛泽东和江青大失所望 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能整 几大军区司令不敢整 下面不听话的军长 师长 部长们 弄起也没多大意思 再说 整林彪已使军人们人人自危 再弄下去 如果真有不怕事的发动政变什么的 就不好收拾了 最后把李德生作为替罪羊 撤销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对李德生的处罚 是毛泽东当政后 最为宽宏大量的一个 自毛泽东执掌中共大权后 对所谓犯了错误的中央副主席 一级人物 清则一撤到底 重则是戴上反党集团投资 资产阶级司令部 走资派的帽子 抓紧监狱弄死 这也许是林彪事件受到广泛非议 而对军队采取了某种怀柔政策的缘故 流程监狱弄死